一起玩形状游戏 文英国的安东尼巴朗图 丹麦的汉纳巴托兰 翻译于志颖老师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学习 什么呀 学习形状 学习游戏 教肖书记有帮助 Jasmine's Storytime 这本 Jasmine肯定有兴趣 向小妹很喜欢画画 可惜莫莉可能不喜欢 什么啊 大雄 画什么我看看 这强行 强行旋转 跟这本书的颜色还挺大 好吧 彩虹门 大雄哥哥也喜欢画画 有一天大雄哥哥实在想不出来画什么 他说 小熊妹妹 对不起啊 我怎么独着独着串到那个 贝贝熊系列去了 他说 向小妹 我画什么好呢 向小妹在纸上画了一个形状 递给了大雄哥哥 向小妹说 大雄哥哥试试看 把这个形状画成一样东西 莫莉能把这个画成什么 要想想 上再加一朵花 加一朵花 哦 他等于是那两片叶子了是吧 对 哦 行 你看看 看看 看看 大雄哥哥看了看形状 开始画了起来 他把这个形状画成了一只小狗 向小妹 现在轮到我了 我大雄哥哥说 他也画了一个形状 递给了向小妹 你觉得他能画成什么 你能画成什么 我能画成 要是我的话 一个大恐龙 一个大恐龙 哦 这恐龙哪部分 这是恐龙脑的 哦 跟这个后面的 思路 思路差不多 翻了 向小妹 把他画成了一条鱼 大雄哥哥叫出来 哇 好大的一条鱼 现在又轮到向小妹了 同样的 他给大雄哥哥画了一个形状 大雄哥哥想了一会儿 然后画出了一头猪 好滑气哦 小小妹大笑了出来 大雄哥哥又画了一个形状 向小妹把他画成了一个有趣的小矮个儿 这游戏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随手让别人画一个 然后你把它补齐成一个别的 嗯 在在网上前两件微博 还有一个特别火的 就是能把不同的 不同的云 然后给画成一个什么东西 向小妹给大雄哥哥 一小片包装纸 哦 这也是莫里喜欢的 啊 我想到了 这个看起来像什么 大雄哥哥说 他马上画了起来 猴子 向小妹说 他看起来脸皮很厚 大雄哥哥从口袋里 倒出一根小树枝 递给向小妹 我很好奇 这个可以做成什么 向小妹说 哈哈 我想到了 向小妹把他变成了一只蝴蝶 好可爱 大雄哥哥说 做的太棒了 向小妹和大雄哥哥很喜欢形状游戏 每天都玩的很开心 看一看 向小妹和大雄哥哥画的这些画 你要不要一起玩形状游戏呢 当然 这就等于是出题 然后去接答 嗯 但是没有标准答案 对 是最好的 对小孩来说 是吧 OK 希望各种从小开始阅读 学习 健身 画画 做手工游戏 思考 嗯 再次有一句话 嗯 很强行旋转 嗯 OK 墨力学习离刚开始 Peace